發展商會製造一個working space 這個籃球場是有冷氣的 整個Las Vegas的室外泳池 有很多人在曬太陽游泳 Play area 特本是整個daycare規模 裡面的機器都是非常齊全 好像跟外面的gym一模一樣 上來兩針針 因為整個房子有冷氣 全部都做了櫃 這邊圍著雪櫃也是做了櫃 我們的197就在對面 所以走幾步路就可以來到Cup House 大家好 我的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我們很久都沒有回來Towarsan拍片 我們之前幾年前 我們經常會在這裡拍很多流花 還有我們自己的獨家盤影 這次我們又回到ONI建造一個很大型的project 叫做Towarsan Landing的發展項目 我們這次是一個獨家盤 而且眨眼已經入火了 客人也住了進去 然後已經賣樓了 很快眨眼 當時其實Towarsan這個區域也有介紹過 它主要在這裡是List Hold地為主 List Hold地是Under原住民Towarsan First Nation的 那時候很多project 很多香港人搬進來 因為當時Townhouse的價錢是比市區便宜很多 還有社區環境非常漂亮 我們看到我們眼睛都瞎不大 因為Towarsan在大溫地區來說 太陽是很充足的 Towarsan的名字也叫做Land of the Sea 也都是罕有的城市裡面 是有自己的海灘比較近海 去美國或者去Ferry 全部都要經過Towarsan去碼頭 去Victoria Island玩的 我進來這裡 我知道為什麼客人這麼喜歡選這裡 因為除了之前沒有海岸買稅之外 吸引了很多香港人 或者很多未有身份的人進來買 但現在就有Foreigner Ban了 暫時不給 但他們的Speculation Tax仍然不需要給 因為剛剛說了 Towarsan First Nation就是Manda 這個例子就是Manda政府的管轄 但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環境 因為你看到沒有高樓大廈 全部都是一望無際的Land 所以你看到所有道路 所有樓對樓是很spacious的 還有我們這次開場 想帶大家看單位之前 來看看這個Clubhouse 這個Clubhouse是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環境 最大的賣點的一個地方 快點跟我們看看 這個Clubhouse就叫做Towarsan Wellness Center 進來好像進了社區中心 其實不是的 是這個Compass Clubhouse 進來就有一個co-working room 現在很流行發展商會做一個working space meeting room 讓你在這裡開會 或者你不想在家裡工作 現在很多work from home 它有一個真是private的space 有三個房間 對 讓你在這裡工作 或者你要做zoom meeting 它有免費Wi-Fi給你用 再進來呢 很厲害了 有一個squash去打壁球 還有一個室內的籃球場 這個籃球場是有冷氣的 我家樓下那個沒有的 而且都挺專業的 它的超高樓底 而且很喜歡它周圍的設計 那個壁置 貼上Towarsan的大自然森林的感覺 所以打著球都好像挺有feel的 另外還有一個室外游泳池 這個整個Las Vegas的室外游泳池 有很多人在這裡曬太陽游泳 男女洗手間 還有一個games room 還有一個entertainment lounge 很漂亮 很少做到這麼全面 snooker table pool table 很有趣 可以玩這些 這裡有很多family 所以他們會給小朋友玩 對 很多遊戲 這些是懷舊的遊戲 如果你有派對 你可以租這個 有個kitchenette 如果有這樣的clouse 我真的會經常在這裡開派對 也不用出去 什麼都有 在這裡冷氣還要涼 對 這裡還有一個 現在暫時鎖了 因為你要預約的entertainment lounge 是非常大的 可以讓你開大派對 我想50人都還可以 對 正 上到二樓 是很漂亮的 這個children's play area 對 這個towardson 是很多young family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住的 所以你看看多樂本 四幼子園 這個play area 非常之 是整個daycare的規模 對 整個daycare 起碼這裡 compacity可以 56個人 56個小朋友 對 沒錯 對面 就是gym 我想我特意放在二樓 就是想你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看到景色 對外就是這個健身室 非常之大 而且裡面的機器 也是非常之 好齊全 是跟外面的gym一模一樣 這個gym room很有誠意 去yoga room在旁邊 這個就是會看到全景桌的gym room 很漂亮 這個shara fee 不就很貴 這麼多設施 對呀 如果以這個townhouse的尺寸 1400呎 是375元管理費 是不是很划算 因為on average 現在的townhouse 都是這些shara fee 你比入級member 一百多元一個月 沒有這麼多設備 而且很少townhouse 是跟這麼多設施的 所以就是我們開場 這次是想住打介紹clubhouse 一般你們大家都知道 townhouse可能都是極其量 有個gym或者游泳池 已經是很了不起的 通常都是只有meeting room 但是這樣的shara fee 還包含這些設施 還是一個這麼開揚的地方 你看看 在這裡做運動多開心 在外面可以BBQ 在外面可以BBQ 還有一個basketball court 對呀 有小朋友的kids play area 之後呢 前面還可以打Hockey 這個正 還有三個BBQ 可以燒東西吃 真的 很誇張 用到差不多是 Apartment Clubhouse 大個了 對呀 放到townhouse的規格 所以很划算 因為一般來說 可能已經是六七八塊的shara fee 很誇張 回來我們先看看單位 單位開價是89.9萬 地址 地址是19747-300hamlockway to Watson 裡面有三房 兩個前後停車位 兩年新 和99年期的lease hold地 裡面大約是1400呎的室內面積 我們現在快點去看看 入到我們這個單位197號 車房呢 就是一個前後很大的車房 後面還有一道門 這個就是front door 這個就是garage door 這個門可以去後花園 你看看 前面這裡有一個花園仔 可以在這裡BBQ 上樓梯之前還有一個衣櫃 是衣帽間給你擺鞋 或者大衣服 上來兩針針 因為整個房子有冷氣 有冷氣 真的差很遠 你看到地上圓形的風口位 就是冷暖氣 也是在這裡吹出來 對 我最喜歡這個廳 很大很寬 當時這個是原裝的developer 當時包含的是一個electrical fireplace 當然是有些裝飾用 但是冬天的時候也是會暖的 這個位置可以讓你放東西 甚至乎他做了一個位置 你可以掛電視在這裡 梳化就放在另一邊 這個廳很寬 我現在行的一步 1 2 3 4 5 6 我的腳短 只有六步 我覺得梳化擺完之後 他還跟這個電視非常之深的一個廳 你看到窗口 這個屋苑 你看到他跟對面 中間分隔得很開 因為它中間是有少許 courtyard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喜歡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很空間 沒有那麼有壓迫感 對 好像比較有private的感覺 對 跟一般市區真的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 因為Tawaset 還有很多地 所以現在那些towns可以起到很寬 這個就是飯廳的位置 都是一樣那麼大 這裏呢 製作者做了一個位置 是讓你可以擺一眼吊燈的 但是業主就沒有擺到 但這個已經有電線是讓你可以擺一眼燈 會過慢一點 對 而且飯廳的位置很寬闊 已經可以擺一個七至八人桌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或者沒有餐桌放一個小餐桌放鋼琴在那邊 都可以 是啊 很少看到townhouse可以闊到 又擺Kitchen Island 又擺餐桌 通常一又擺餐桌 就未必會有這麼大的Kitchen Island 很少那些townhouse可以 又擺餐桌又擺Island 這個呢 如果你說我沒有那麼多人住 或者不想擺餐桌 好像比較左訂 你這邊呢 是可以坐到三至四個人 然後這邊呢 還有做了一些櫃筒 給你再擺東西 它是很多櫃的 對 全部都做了櫃 這邊圍著雪櫃也是做了櫃 這個pantry 全部呢 就用KitchenAid的電器 除了微波爐之外 Gas桌頭 Gas桌頭 越來越少見了 將會現在呢 都是傾向開始用Induction 或者用Electric Range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就最喜歡這個位 因為呢 你可以做一個work from home的櫃 或者我會選擇做一個customized的酒櫃 在這裡 很漂亮的 這個可以擺 這個呢 除了一個backup之外呢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OK的 我看到那些neighbor 都是完全足夠位 你可以擺到BBQ櫃 擺到那些桌子 椅子 是一個很闊的pantry 還有呢 同樣呢 我們跟隔離鄰舍的距離 都是比較遠的 比一般的townhouse complex來說 我們這個露台算大的 對呀 算闊一點 算闊一點 因為這個小一點 對呀 這裡有個Gas Outlet 可以讓你用來放一個Gas桌 在這裡 不是每個townhouse都有 那上兩級樓梯呢 這裡藏起來了一個是一個powder room 黑汁 對呀 可以用這個 中層呢 我覺得有powder room很重要 我們很多客人都說 中層沒有洗手間 我不買的 那些織呢 很多人都喜歡是有一個洗手間 小小的但是OK 對 OK的 尺寸OK的 一上來右手邊呢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呢 最吸引我就是老房 對呀 竟然有老房 這個下面是廳 這個呢 又是樓上頂樓 看回出去 剛才說過Code 1那裡 這個有個小小的樓台 早上呢 如果有個screen window 開窗 給風進來也挺舒服 我看到鄰舍會擺椅子 在外面曬太陽 現在的太陽感 Towarsen呢 是比其他city 是更加多太陽的 房間呢 是小一點的 但是呢 它有個尖頂的 是跳高了一個樓底 所以你感覺好像拉回搶間房 就沒有壓迫感 對 但它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擺到 king size 會窄一點 那你 queen size 當然是舒服 可以擺到 king的 那它對出這邊呢 就不是walk-in closet 所以差不多 只不過是打橫的 多一點 在中間位置可以擺東西 但你就要進去 那個人就要進去 都可以進去 這裡 進到來呢 它有個under cabinet的sensor 好舒服 它那些冷氣在哪裡吹出來的 又有另外一個冷氣風口位 冬天的時候呢 它就有new fall heating 不會凍傷腳 夏天呢 它又有冷氣位 這個很棒 冬暖夏涼 就有個大玻璃 兩個sink 還有呢 它又有很多的儲物地方 還有呢 這個standing shower 我都幾喜歡 因為呢 它的size是ok的 還有它是可以 一個大的正方形 還有它這裏 是讓你一路可以擺好 很多的shampoo 擺好你自己的那些 肥皂啊 這裏都可以 見到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fix了的shower 但是呢 這個handhandshower呢 你是可以這樣拿下來洗澡 那裏 主人房對出這裏呢 就是個洗衣乾衣機 那這次是full size 不是compact 是whirlpool的 另外那兩間房呢 就會共用這個洗手間的 那這個洗手間呢 就不是shower了 就是一個浴缸 加shower的combination 還有呢 一個單星盤 還有還有很多櫃 給你擺東西的 那這一間呢 就沒有heater floor 也都沒有LED燈 就是比較standard的洗手間 那這一間房呢 就是第二間房 那那櫃呢 那櫃呢 就是兩個托門櫃 但是呢 它都做了這些partition 所以兩邊都可以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實用的櫃 我覺得這間房 如果給小朋友呢 就可以放一張單人床 再加一個書桌做事 我覺得會好一點的 這間房 最後這間房呢 門口外面 還有一個衣櫃呢 是可以給你放一些毛巾啊 床單 那來看看最後這間房先了 我發現呢 原來呢 每一間房呢 發展商呢 都做了一個位置 給你擺電視的 這個set up 都是比較少有的 因為都多一重功夫 還要加一個電掣 那還有呢 那些房呢 都是做了尖頂 超高樓底 令你房間 你的空間感是比較夠的 那和旁邊那間房 我覺得兩個size 都是比較平均 都一樣可以放到cream 會窄一點點 那這裡呢 就看回露台 就車房那個位置 和看到對面的neighbor 都是有些距離 不會很近的 那先看看衣櫃 那當時呢 亦都是developer 都有做了這些custom的櫃 都是比較好的 因為很多都是只有一個狂 他這些呢 就做了櫃桶給你 還有另外一邊呢 是可以給你掛衣服的 兩邊都可以掛衣服的 所以基本上 你不用再花錢去做一些櫃 那我們的樓盤就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站在clubhouse 只給你看我們的listing 即是我們的197 就在對面而已 所以走幾步路 就可以來到clubhouse 沒有藉口不做gym 沒錯 那這個單位總結 開價就是89萬塊 兩年新的屋苑 地址就是1974738 Hemlockway to Watson 99年的leasehold地 裡面室內面積有1400呎 三房三層 又包冷氣 管理費375元 以及前後車房 這個盤已經上了MLS 如果想查詢弱體 記得聯絡我們JM 謝謝大家收看 現在找個話記得 CLSS,common,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字幕服務方式 字幕志愚可 字幕提供 訮聯絡